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題3 它說5枚10元的硬幣 你任意分給甲乙丙3個人的方法 有多少種 甲乙丙是3個人 所以現在N是3 5枚10元的硬幣 這是相同的東西 10元硬幣都是長的一樣的 所以它實際上是H35 那H35它等於什麼呢 它就是等於C的3加5-1 3加5-1 然後取5 同學看一下這個公式 這個HNR就等於C的N加R-1 然後取R 那因此呢 這個全部的方法數呢 就是等於呢 C7取5 C7取5 那C7取5呢 實際上就是C的7取2 那也就等於呢 這個7階層 除以5階層 再除以2階層 那我們把這個7階層跟5階層約分 所以分子剩下7乘6 分母剩下2乘1 那所以7乘3就是21 那因此這題的答案呢 就是21總分法 那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來做 首先呢就是 我們現在把5枚硬幣畫出來 這樣1 2 3 4 5 12345 那你現在把這5枚硬幣呢 分給3個人 3個人呢 我們需要2條直線 下去把它隔開 我們這個直線用另外一個顏色 同學看一下 假設呢 你甲要分給它兩個 那這個乙呢分給兩個 那丙只給它一個 那所以這兩條直線呢 就把它隔成了三份 三份 這邊是甲的 這邊是乙的 這邊是丙的 這邊是丙的 所以呢 等於是我們有5個相同的這個圓圈 跟兩個直線 下去排成一列 這樣子就可以把加1丙的 它分到的硬幣呢 把它區分出來了 好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譬如說呢 這個5個硬幣呢 現在長像這樣子 這是5個硬幣 那假設說呢 我們在分的時候呢 你甲呢 它不分給它 那這個丙呢 分一個 這個乙呢 分四個 如果你要這樣子分的話呢 那這邊就是假 沒有分到 那這四個是乙的 那這邊是丙的 那這邊是丙的 這邊是丙的 所以呢 這樣子的情況呢 也是 也是怎麼樣呢 也是5個圓圈 5個圓圈加2條直線 這樣子呢 就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這樣就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那所以呢 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現在這個5 這個5個硬幣 必須要加上什麼呢 加上3減掉1 你必須要把3減掉1 3減掉1 那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分給3個不同的人的話呢 因為3個人呢 只需要2個下去格 所以我們要把3減掉1 那轉換成上面這種解釋方式 就是你R個相同的物 分給N個人的話 分給N個人的話 那以這題來說的話 這N個人呢 N就是3 現在是3個人 那我們必須要把3減掉1 3減掉1 那這三個人呢 只需要用兩條線 就可以把它隔開了 就是說這R個東西 現在R是5 這R個東西呢 它需要這兩條線下去 把它區隔成三份 區隔成三份 那因此呢 我們全部的這些東西的數目 是R加N-1 以這題來說的話 就是5加3減1 5加3減1 那我們把這些下去做什麼呢 做排列 做排列 那因為它是重複的排列 所以你5加3減掉1呢 5加3 不完全相異物的重複的排列 5加3減1的這個階層 我們必須要除以什麼呢 因為這5個是相同的 1 2 3 4 5 這5個是相同的 所以你要把它除以5階層 那另外呢 這兩個直線呢 也是一樣的 所以它還要再把它除以一個2階層 那因此呢 這個就變成了7階層 除以5階層 再除以2階層 那因此呢 它就是C的7取2 C7取2 那 所以呢 如果你有R件東西 分給N個不同的人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把它視為4 就是 R個圓圈 然後我們用N-1個像這樣子 綠色的直線把它隔開 隔開以後它就變成N份了 N個總類 那隔開以後呢 這個 下去做不完全相異物的排列 那因為呢 剛好可以轉換成這個 R加上N-1這個階層 那因為我們要把它除以這個R階層 那另外我們還要把它除以N-1階層 那所以這個數字呢 我們可以剛好把它轉換成呢 C的這個N加上R-1 然後取R 取R這種不完全相異物的排列 那因此呢 同學以後看到呢 相同的東西分給不一樣的 分給不一樣的人的話 計算的方法呢 就用H 就用H 就用H